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,現在就是抽查八位同學 然後我們有八位同學的資料,想要去預測其他的資料 就是因為我們大概可能有一些關係 其實可以回顧一下,它其實整個題目大概就是說 其實這裡有一些點,那我們回歸直線算完之後呢 我們有八個點,但是我們想要預測其他的點 因為現在如果是可能82,對上來數學是多少 大概類似這樣子的,應該倒過來,現在是郭文是82 所以是郭文82,數學也是不知道的 那這條線的方程式,其實就是y-bar 除掉sy,就等於什麼r倍的0.8 sy-sx 對,x-65,除掉那個4 那現在我們知道y是82 所以y等82帶進來,y等82,代入 代入之後呢,就會得到什麼呢 5分之12,就等於0.8當然是5分之4 乘上10分之x-65 所以這邊剛好是,約掉,約掉,剩下3 所以x-65是30,所以x就是95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知道,82的時候就是95 所以回歸直線,對,可以再回顧一下 回歸直線就是給點,然後我們就有一個 找一個線代表這些資料 然後我們就講這,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去預估其他點 所以這是在使用上是蠻重要的